有些朋友在4S店购买新车后 那里的销售人员会向他们推荐给汽车免费贴膜服务 很多朋友都以为自己赚到了 等到真正了解免费背后的阴谋后 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不仅不是免费服务 甚至还有可能倒赔钱 前几日有位网友在网上的论坛发言 叙述自己在4S店贴膜的禁令 就位网友说自己刚买车后 销售人员提出可以给自己的新车免费贴一次全身膜 据说可以割据红外线和紫外线 网友本来很高兴 遇到人就炫耀自己那价值几千的贴膜 可是不到一个月 就发现车膜开始出现气泡 而且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味道 该网友无奈只能把膜撕掉 并且花钱请人清理车膜和剃膜的胶 小编想要告诉大家的是 很多车主和这位网友类似的经历 实际上是4S店卖车的潜规则之一 通常情况下 很多4S店的车膜都不会包括前挡玻璃的膜 因为对于前挡玻璃的膜 国家有严格的规定和标准 其透光率和折射率都与其他部分的膜不同 因此导致前挡玻璃的膜价格昂贵 甚至好一点的前挡玻璃的膜都要上千 而除了前挡玻璃之外 其他部分的膜价格都比较低廉 而且大部分朋友都分不出汽车膜的好坏 于是很多4S店都会将那些便宜的车膜和高档车膜 鱼目混珠 甚至有时还会赠送顾客所谓的万元销售大礼包 但是究竟是不是万元 小编相信大家一定心知肚明 总而言之 很多4S店所谓的免费赠送全身贴膜服务 其实都是坑人 质量差价格低的贴膜不仅会害得消费者 多花一笔甚至几笔的清理费 甚至还会影响驾驶安全 所以小编劝大家 如果真的要给车子贴膜的话 一定要专业的人帮你 千万不能随便相信店里的免费服务